大家下午好 我是郭爱秀山 这个视频咱们进行产能结盘 大盘创业版稀图有色怎么看 今日的下跌是刚刚开始还是假摔 那么相信粉丝朋友应该会有印象的是 商政指数的3500到3530点 好 那么创业版值应该记得3070的位置 那么咱们来看商政指数 那么商政指数的话 其实今天上午盘走的还可以 但是下午盘的时间直接跌跌不休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根开线是属于方量反包阴线 而且一根阴线把前面的12344根小阴小阳 直接给反包掉 那么其实咱们前面给他讲的次数比较多的 13500点乘压 23530的位置是他的半分位也是乘压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像今天的最高 冲到了3497距离3500点的话只差一步之一了 但是上方 承压是比较明显的 好 那么在下午盘在金融的带动之下 而且在咱们中午的时间点评证券板块的时候就给他讲到 那么上方是承压的 不管是创业版纸的3070还是上证指数的3500点承压 而证券板块还处于这样的一个弱势的一个过程当中 好 那么对于我们的上证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它 那么下跌是刚刚开始的还是个假摔 那么首先上方承压在金融的跳水之下呢 在保险银行证券的跳水之下 包括了酿酒 那么今天出现这样的下跌也是呢 很容易理解 好 那么今天呢是属于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之后呢 那么后面会怎么说 那么咱们从几个维度去看 第一个维度呢 咱们从最小级别的残忍结构 最小级别的残忍结构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观察视角 从3373.09 他走了一个一分钟判断上 那么呢 给出突破前面这个高点 他对应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个盘整上可以去完成的一个结构 那么完成上的完成的一个结构呢 咱们再来去看 那么呢 像上这个位置进入段走的呢 比较强 而离开段走的比较弱 那么呢 回测一下再反抽不能给新高 实际上呢 对应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盘整下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背驰 就是以中枢作为一个参照 离开段和进入段相比较 这是起义 起二的话呢 那么在回路的过程当中 那么今天收在3441.17 他直接跌穿了一分钟中 一分钟中枢下沿 跌穿过之后 那么呢 后面的一个走势推演 比较温和的一种表达是什么样子的 最坏的一种表达又是什么样子的 咱们来给他推演一下 比较温和的话呢 那么快速的收回来 收在这样的一个中枢内 然后呢继续构建中枢的延伸 而后的甚至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这是一种温和的甚至说真的相好的一种表达 那么呢 这是理想化的一种情况 好 那么不理想的一种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例如说持续往下反抽进入不了这样的一个中枢下沿 这叫什么 这叫二脉和三脉的一个重合 什么叫二脉和三脉的一个重合呢 例如说对应的 以这样的一个 例如说以这样的一个中枢作为前提 好 然后的话呢 快速的跌穿这样的一个中枢之后 那么呢反抽 不能进入到哪个中枢内 所形成的拐点 它是二脉和三脉的一个重合 那么它和 二脉和三脉呢是完全相反的 二脉和三脉重合是什么样子呢 是属于 对应的 是属于在这样的一个下跌 好攀认 或者呢就主张的一个趋势下跌的进入倍次段 然后呢一笔向上 或者一个向上的 向上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力度非常之强 直接突破了前面的这样的一个中枢平台 而后的话呢 回落不破中枢平台上延 它是属于二脉和三脉的一个重合 所以说呢 最坏的情况是这种情况 如果说明天对应的 一旦给出这样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 如果说 关心往下反抽 连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延都不能接触 后面的话呢 必然还会有再一次 下跌 甚至说呢 再一次下跌呢 甚至跌的 如果说急切的话呢 它可能会比今天的杀伤力更大 好 这是商量指数的一个技术表达 那么明天的一个关键点的话呢 就看它能不能快速的回归到 这个平台的内部 这个内部的话呢 我们来看 它的一个技术的关键位 3456 也说呢 明天 如果说我们的盘面能够快速的收到3456上方 又不对下来 那么呢 它是一种温和的一种表达 如果说呢 惯性往下反抽站不上去 或者接触不到 那么呢 它对应的就会出现二三脉的一个重合 这一点是密切要注意的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创业版纸 那么创业版纸呢 咱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推演方式是什么呢 首先在景线位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参考 景线位是什么呢 3070 那么今天最高冲到什么位置呢 冲到的是3057 距离3070呢 也只差13个指数点 那么防范呢 就冲高回落 那么今天的冲高回落呢 其实已经发生 已经发生过之后 对于创业版纸 我们应该注意的点是什么 那么首先上方3070的位置呢 这个成压已经坐实 那么今天日内的高点呢 也成为短期的这样点压力 觉得上方这个压力是非常之近的 那么防范的是基于往下调整 那么往下调整的话呢 首先从均线的维度来讲 先看五天均线 那么明天能不能守在五天均线的上方 能守在五天均线的上方的话呢 它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上涨过程当中的调整 如果守在五天均线守不住 那么呢 它必然会发展成为新的顶分 好 顶分一旦呢 形成 那么呢 它会形成新的压力区域 如果说不能快速的收回 那么呢 防范的是向下的一笔下 一笔下 到时候呢 我们再观察新的底分合适形成 这是创业版指数 从最简单的残论顶分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 好 那么我们再看从残论结构 残论结构的话呢 对应的 73,476点位以来的盘整下跌 好 盘整下跌的话呢 对应的跌至2,603 2,603的位置呢 那么我们来看反弹 回次 再进反弹 其实呢 它属于5分钟的线段上 5分钟线段下 5分钟线段上 而这个5分钟线段上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回落 它观察的点一个是前高 前高 如果说呢 始终不破前高的一个节点 它还属于大的一个 先端上的一个走法 如果说跌破前高 这观察前低 前低不破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可以逐渐一个 中枢 而后呢 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所以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呢 如果说回落下来之后 可能还会有再一次的向上反弹 而我们的上证指数 它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如果说一旦给出一分钟三脉 如果说一旦给出一分钟三脉的一个 二三脉的综合的一个节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考验前低 好 考验了前面下方的这样的一个 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作用 好 这是我们前面给它讲到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我们的上证指数和创业版指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了 像稀图有色 那么像稀图有色 对应的 它们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 咱们前面也给它讲到一个观察点 例如说像有色板块指数 有色板块指数的话呢 那么今天是高开冲高 冲高的话呢 咱们前面给它讲的是一个观察前高的一个乘压的位置 那么前高呢 是810点的位置 那么今天最高的话呢 它是803 其实是7个指数点 那么从高的话呢 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内部结构 内部结构的话呢 其实像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么回落下来 它的一个坚守位在什么地方呢 坚守位在781的位置 如果说回测始终不破780 781这个位置 那么它有机会呢 给出一分钟的三买 而后呢 再向上反弹 那么如果说破了这个位置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可能会进入一个反向运动 一分钟的反向运动 这是有色板块 指数的一个最小级别的技术跟踪 好 那么从均线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同样的也是要观察 当前像先观察五天均线 它能不能扛得住 这是我们的有色板块的一个态度 前面呢 咱们给大家讲的 像防范的是前高 这样的一个节点 承压 那么呢 今天也是往上 那么呢 对应的 逼近前高 一旦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 冲高之后 回落再反出站不上 其实就是一个防范的 这样的一个节点 好 这是有色板块指数 那么对应的话呢 咱们再来看像西图泳池 而对于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 咱们的态度一直是必须要明确的 它的一个潜高的话呢 它也是在潜高这个节点的进行乘压 好 同时的话呢 那么像今天冲高回落过之后量能放大 量能放大的话呢 那么它对应的下方军线的位置呢 先参考五天军线 然后呢 咱们再看 最小级别的产能结构 最小级别产能结构的话呢 对应了它在这个节点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一分钟中枢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前面呢 咱们给他讲的一个观察点呢 从644.79 对于西图泳池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一分钟的 好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一分钟的中枢延伸 来看 那么这个位置呢 作为第二个一分钟 然后呢 这线主离开段 那么它的离开段的话呢 和它的记录段相比是有被迟的 有被迟过之后呢 还回落 那么先考察的是 一分钟中枢上沿 能够能支撑住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西图泳池板块指数 好 那么对应的西图泳池板块指数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收得住 那么呢 它可能会给出这样的一个 一分钟级别三埋 那么反弹的话呢 看它给不给新高 不给新高 那是一分钟级别的三埋转而慢 但是呢 防范的是 如果说对应的 因为这个节点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分钟级别的被迟段 这个被迟段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回落破了前面 在哪个中枢上沿 三埋不成立 三埋不成立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反 抽 只要不过前高 对应的就是卖点 好 这是西图泳池板块指数的一个推演 那么最强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什么呢 最强的一种表达方式是 给出一分钟的三埋 然后再往上逐渐新的一分钟枢 其次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回落下来 始终不破一分 下一个一分钟 一分钟中枢下沿的位置 然后呢 走出新的一分钟的中枢延伸 以至于升级 升级为新的五分钟 然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是一种比较强的一种表达 如果说呢 对应的 好 没有给出一分钟三埋 反出一次上不去 好 回落下来新低 反出两次上不去 那么防范的是一分钟的 盘整下跌 已经呢 防范的是一分钟 给不给三脉 然后呢 会不会出现一分钟的区子下跌 如果一分钟 走出这样的结构的话呢 那么他所对应的一个表达就是考验前低了 如果说一分钟 构建一分钟 新的一分钟中枢盘整下 那么考验前低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期待如果前低不破 好 如果说前低不破 那么呢 我们可以考验 逐渐更大级别的这样的钟枢 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好 这是习渡泳池的一个技术表达 好 钟上呢 其实对待当前这种行情 尤其是咱们前面 305升讲到的 像3500点 它是整数关口 商人指数来讲 3530呢 是半分位 创业版纸呢 3070是半分位 那么当前呢 承压回测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果说不能及时的修复 那么对应呢 可能只是调整的开始 但是调整开始过之后呢 结合到下 就呢 本周结束 对呢 是五一的一个假期 那么在本周的话呢 个人认为呢 它即便往下 它也不太容易说出现 连续的这样的一个暴跌 急跌的一个出现 但是呢 要防范 防范的是什么呢 防范的是属于 好 一旦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急促的 这样的一个调整 那么呢 在前面这样的节点 咱们3053讲到的一个节点 就属于控制仓位 然后你清仓的一个 清仓的一个对仓位的一个管理 保持仓位比较轻 一轻不一重 那么在这样的 在这样的调整下 到时候我们再去观察 那么如果说再往下调整 那么像商人指数也好 创业版指数也好 在相应的节点 我们再观察 有没有新的进攻的方向 好 那么对于稀图有事来讲呢 那么也给大家请点频道 那么再结合今天晚上 有事 晚上期货市场方向的一个表现 然后再去观察 好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同时欢迎记得留言和点赞 那么呢 在股市当中 在股市当中 期会 风险 上涨下跌 私有发生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仓位的一个控制 好 再见 再见